俄罗斯刚刚展示核武器,美国航母就闯入了北极,今年来,北极地区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战略方向。 北极对于俄罗斯而言,堪称是其专有的后花园,为了更大程度上威慑美国,俄罗斯北海舰队在北极冰层下部署了多艘战略和潜艇,随时待命执行和打击任务。 这也是美军重启海军第二舰队的主要原因,近期的一系列信号说明。 随着美俄对抗的加剧,北约的以及美国正将背景,视为新的战略方向。 据海外放10月20日,原引外媒报道,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于本月19日进入挪威海,准备参加北约的三叉戟军事演习。 媒体趁这是美军航母时隔27年后,再次闯入北极圈进行军演演习,近期俄罗斯出动三军演练合物打击。 而毫无疑问,即将举行的三叉戟军事演习,正是在向俄罗斯展示其在该地区的控制能力,也是向俄罗斯展示战斗的决心。 10月11日,俄罗斯战略核力量举行了大规模演习,俄陆海空战略核力量以及导弹预警系统参加了演习,检验了近年来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检设成果。 北枫之神级弹道导弹和动力潜艇,在巴伦之海,和俄或刺客海海越发射源泉前射弹道导弹,图22立方米,图95MS,图160M战略空架机发射KH-102巡航导弹,战略火箭兵发射白羊和亚尔斯陆基动性弹道导弹,预警雷达监控导弹飞行。 全过程,导弹防御系统实施模拟拦截,战锋相对的,俄罗斯演习结束四天后,美国随即展开弹号环球雷霆的战略和演习,以全球打击和导弹防御为重点课目,针对性明显,北约方面随即宣布将举行三叉戟联合军事演习。 这将是北约今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此次军演将有来自三十个国家的4.5万士兵参加,此外还将有数百架战机及战舰,而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将作为即将领先此次军演。 美国庞姆的参加,将该场军演的层次,提升到新的水准,体现了美国及北约的对其重视程度,也是试图在最大程度上战胜莫斯科的表现。 自2014年开始,北约的在俄西部边境附近部署兵力增加了两倍,对俄军事威慑不断增大,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三十四个迎击战术群和一个美军坦克旅,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增加至四万人。 俄罗斯目前对北约的在北级的威胁也有所准备,以在北级修建多个能够起降大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,随时准备迎接战争。 此次参与了俄空间军三种型号战略轰炸机,军参加雪利亚作战行动,并实际使用了武器。 在2017年至201年,三型战略轰炸机多次在黑海、波罗的海、米海、阿伦之海、北冰洋、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备飞行,北约对俄罗斯加强其在北极地区的控制力并不满意。 此前荷兰公开指责俄罗斯,趁其在北极地区飞机比以往飞得更低,战舰也比往常更多。 俄罗斯曾对此回应,保护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,将是俄军的主要任务,归根结底。 不论是目前的中东、乌克兰冲突,俄罗斯与北约的对抗,势必会更加激烈,而双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也在逐步提高。 三叉战军演过程中,北约的极有可能向北移动,对俄罗斯的北极利益构成威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